选出你最喜欢的传送道具,我觉得全都会选最后一个。 第一个老版本的传送门,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小伙伴,连他怎么制作的都不知道,首先需要搭建一个门框。 搭建完门框以后,使用点火石点一下就大功告成了,这样就可以进入地狱了。 第二个是改良后的地心传送门,也可以说它是老版本传送门的升级版,搭建的地心门框也从紫色变成了黄色,而且升级以后也不需要用到点火石了,但是需要用到这种地心方块填满里面才行,你们看这种传送门就大功告成了。 第三个就是火箭,但是这个道具不是去地狱的,而是去太空的,给它加满燃油,然后静静等待就可以进入太空,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的慢,需要等一分多钟。 最后一个就是传送舱,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去多个世界的道具,分别能去弥拉星,烈焰星,还有蒙眼星,选好世界以后只需要等待十秒,然后就会到达指定世界。 小伙伴们,这四个道具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?